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滴声细语这个成语中的滴是指放低音量 也就是声音小一点 而细也是指音量小 滴声细语常常用来形容小声说话 看到滴声细语 我就想到另外两个成语 怯怯思语和轻言细语 它们都是滴声细语的定义词呢 虽然这三个成语都有小声说话的意思 但是只有怯怯思语强调的是在背地里小声交谈哦 在公众场合滴声细语是一种美德 而在公众场合大呼小叫则是非常不礼貌的 大呼小叫只乱喊乱叫 吵吵嚷嚷 它和大喊大叫 粗声粗气等都是滴声细语的反译词 哈 我还会用滴声细语造句哦 斯文的小芬喜欢滴声细语的说话 对哦 滴声细语的语应该是语文的语 我要想个办法好好记住这个成语 嗯 滴声细语的语表示说话的动作 它也是语文的语 哈 说到这我就想起我的语文老师 他总会非常耐心地跟我们讲解题目 滴声细语的可温柔了 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它 你们的语文老师是不是也这样呀 哈 我只要想想语文老师 滴声细语的讲解题目的画面 就可以想起来 滴声细语的语也是语文老师的语 这样我就不会再把成语 滴声细语写错了 还能记住他形容小生说话呢 我真聪明 小小的成语可难不倒我 小朋友们 想象我一样厉害 会读 会认 会用 还会弃成语吗 那就快跟着我一起来学成语吧 小的成语可 viel了